5月10號 哈囉 10月5月10號 我們來到蘇州的水上人家 這是最有名的 具有傳統的風味 我們在游街做船發船之下 噢,好喝哦 方位游谷游街水上人家的船 大家懷著懷古的心情來游谷 大家心慌怒慌 此橋是有魚很清淡 家庭是人的 也很方便去虎丘而修建的 但是呢,這七里路上 有三個地方可以看到的 鳥翅的水上人家 或者是水上石墨 第二個呢就是這個地方 而且這裡啊 也只有坐船才可以看到 進出都是以船為交通工具 維修,精工維修 利用太陽路 發電,來 對,這三個地方 我來給你吃 那酒好像很漂亮 那酒好像很漂亮 那酒也不會上來吃 就很漂亮 對 八百十六 這就是 柳翰花明 柳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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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往上過去了 來 不要怕 我們家那麼複雜 這個真不喜歡的就是當狗 我幫這個都好 多打滯 生火的 對 真好 哪個清清清 對 三潭 十潭的潭 打燒的山 三潭河 我可以吃 你不吃辣椒嗎 你不是那家啊 我今年六十三歲了 辣坊接辣椒嗎 房子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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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就算了 那都是這樣吧 辣椒啊 這是他們雲南的人嗎 這是辣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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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泛椒 泛椒 油 骨椒 水上的辣椒 大家呢 生化生育 這才是外國的 第二節目的感覺 允會的 有人 他們是如何在水上經營生育 被感興奮 兩岸的餐廳 跟商店 也是相當熱鬧 這是水上經營生育的一個部分 生活 商業 行照 三堂街 我們三堂街 歡迎你的麗林 OK OK